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婚纱造型,武艺世家造就异域女神,务城演员的钢琴大师。 近日幸福,触手可及正式与大家见面,随后又来了一组迪丽热巴的婚纱照。 水蛇妖完美驾驭与尾裙,时尚的身材与高颜值引得网友十分瞩目。 这样的完美的身材得益于迪丽热巴家庭的影响,可是却总是无故被黑。 幸福,触手可及热巴婚纱造型爆出,完美身材惹网友争议。 提到迪丽热巴,让网友记起来最多的应该是风中其原。 李饰演的离机了吧,用独特的抑郁舞姿让网友记忆犹新。 迪丽热巴从小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文艺饭的家庭下。 时刻接受着各种各样的艺术熏陶。 以至于迪丽热巴在很小的年纪便主动接触钢琴、舞蹈和吉他等。 9岁便跟着父亲去学校参加考试,本想着去兴趣学校试试。 可到最后发现是个专业的舞蹈学校。 而在接受了多年的专业舞蹈学习后,迪丽热巴进入了新疆舞团。 并一直不断地努力去锻炼自己的舞艺,便有了如今的迷人的舞姿。 迪丽热巴勇敢追求梦想生活,幸亏成了演员,否则恐无如今人气。 如今的迪丽热巴展现在人们眼前,俨然是一个演员的身份,很多人不知道。 其实还在很小的时候迪丽热巴是喜欢舞蹈的,并进入相关学校进行了系统的学习。 在专业的舞蹈学校就读了一年后,迪丽热巴便开始找寻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报考音乐学院是迪丽热巴一开始的想法。 由于之前迪丽热巴的钢琴有了不错的学习基础,并且自身也很喜欢。 在做选择的时候迪丽热巴的钢琴老师对其进行了建议,而这一举动从此让娱乐圈多了一位强悍演员。 之后在2015年与唐嫣主演的《克拉恋人》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关注,更是凭借这部剧迅速走红。 在2017年参演了宫廷剧《勤实力人》明月新后,人气上涨,并且获得到了人气女演员的奖。 迪丽热巴由音乐转行演员,做出了多大努力大可不必说,现在也算可以称得上是演技派了。 迪丽热巴娱乐圈之路艰难前行,仍黑料频出。 而这也不是第一次迪丽热巴被说其演技不行了,早在2018年前迪丽热巴还曾被人黑成小三。 在之前饰演《三生三世》枕上书的时候,黑粉们就坐不住了。 对迪丽热巴的演技开始议论纷纷,称其不配。 而对于这些异样的声音,迪丽热巴并没有过多理会,努力去磨砺自己的演技。 就算是到现在也仍然还有许多人在评判迪丽热巴的演技。 更有一些黑料在说迪丽热巴瞅出天际。 这就黑得太过于明显了,迪丽热巴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被黑中成长。 一方面也是一种魔力,能够不断地警醒自己缺点并不断完善自己的演技。 有人曾说迪丽热巴被黑是因为红得太快,被人眼红了。 如今,异样的声音已经慢慢消失,迪丽热巴演技的成长,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很多网友都对迪丽热巴在幸福、触手可及中的表现很是期待,毕竟婚纱的造型都让人印象深刻。 一起期待迪丽热巴的新作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